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是武功国小六年二班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给武功狮子王一个家 我们六年二班的小朋友们 本学年度透过课程活动 跟总务主任一起探索校园的有趣故事 在上学期发现一座被学校遗忘的 私自水泥塑像 透过班上讨论及发现 询问部分的学弟妹及学校师长意见后 我们班决定给私自水泥塑像一个名字 武功狮子王 给武功狮子王一个家 搬迁活动 民国五十到七十年代 全国国小校园大量设置水泥动物塑像 像是台北市的盐平国校 亭东的内浦国校 这些水泥塑像满足了小朋友的游戏喷爬体验 也让小朋友透过接触过程学到难得 实体遗见了动物外观特征的自然知识 包括当时很受小朋友喜爱的大象溜滑梯 早期武功国小溜冰场内有座鸟园 春风台南侧边花浦内各有一只狮子和老虎 十大巨人不停地转动 学校环境寿司也一直在更新 武功两园已废除 武功老虎也因私令台的准修而移除 目前只剩下孤独的武功狮子王一只 武功狮子王民国67年出生 至今已有45岁了 从67年开始就一直陪伴武功狮子 渡过欢乐的时光 在78年第25届毕业纪念册中 有几张校园团体照 是学界学长与武功狮子王快乐的合照留念 在这些图片中都可以看到武功狮子王与学长姐们开心的拍照 如今学长姐们也46岁了 与武功狮子王年纪差不多 难怪会这么投缘喜欢 各位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大概是40到50几岁的年纪 跟武功狮子王差不多年龄 相信各位的爸爸妈妈也是很喜欢及怀念武功狮子王 学校新式的游戏场一个个设置起来 下课时大家都往新式多样安全的游戏场飞奔而去 随着学校新式的游戏场一个个建设起来 慢慢的小朋友也渐渐不再跟武功狮子王对话了 也随着时光飞逝 武功狮子王身上的耳朵 眼睛 尾巴 毛发 多处损坏 而武功狮子王躺的龙树 胡葵树都长高长大 茂密的职业遮住了武功狮子王 更让全校师生觐见遗忘武功狮子王的存在 武功狮子王只能在被遗忘的角落静静站着 默默的为大家祝福 看着小孩子飞奔过去的身影 听着小孩子欢乐的声音 闻着校园花香及叶子清新的香味 在上学期末112年1月份 分别和三年一班 四年三班 五年三班 学弟妹分享讨论有关武功狮子王的发现 及迁移问题 获得下列的图表意见 经过学弟妹代表意见询问后 六年二班将结果跟学校总务处主任 及校长讨论 学校建议有些位置会有安全后 学校景观与异象风格的问题 最后学校认为较适合的三个位置 可以选择 大龙树下的花圃内 校门口内东侧花圃 共同游乐场边 我们班就将此三个位置询问 学校师长意见后 结果如下页显示 在本学习112年2月21日 与师长询问有关武功狮子王的迁移问题 获得下列的图表意见 经过小朋友及师长的意见统计分析后 校数旁是小朋友及师长的最佳选择 所以六年二班建议学校校数旁是武功狮子王 搬迁后的最佳位置 校数旁是武功狮子王最温暖的家 学校3月25号星期六早上儿童结缘优惠 邀请大家到六年二班与总务处主任合办的摊位 一起给武功狮子王献上最高的祝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